挖掘新聞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 到的來賓都很帥 很年輕 被稱為小鮮肉 那麼第一位是邀請到的是 計程車司機王國春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國春他這個寫了一本書叫做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對 你可以講只是 事實上每個人 在他這個工作崗位上的奉獻 都是很偉大的 是 好 等一下再請教你 好 謝謝 好 那另外邀請到的是 這一個藝人劉稻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稻璇 好 這個是稻璇的新書 裡面沒什麼文字 全部都是照片 那照片都非常好看 等一下我們再請這個Cincia 跟大家介紹 好不好 好 那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 護理師保羅 是不是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保羅 嗨 這是保羅的新書 書名叫做 制服男友 制服男友 男友 OK 好 那另外的是作家Cincia 嗨 大家好 我是Cincia 好 那我們今天主題叫做 鮮肉背後的雨和淚 有一首歌嘛 西洋老歌 煙和淚 怎麼唱 煙和淚 你發現我不要 我沒有要接的意思 我要這樣跟他們一國啊 不要這樣 好 那意思就是說 臉上流的不曉得是眼淚 還是下雨這樣子 那代表就是很刻骨銘心的一種感覺 那今天我們邀請到三位 這個健身非常好 然後的這個所謂的小鮮肉 在自己的行業裡面的肝骨痰 那今天我們要請Cincia 因為這種書只有Cincia看懂 我的慧根比較高 慧根高 訓練也夠 對 是的 這個 這個是道玄 這是道玄的書 書名叫 我這次出的是與玄同心 系列寫真書 與玄同心 對 我的玄 然後因為我去了二十幾個秘境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個旅遊的 然後一個秘境的 然後拍攝了半年多 去了台灣二十幾個秘境這樣 MM Studio幫你拍的 這是我自己跟我的攝影師 是一個台大醫師 然後我們兩個想說 因為這一次合作很氣和很沉 所以我們成立了這個 影像工作室的 是我們個人 我跟他兩個人 有 書名在這裡 與玄同心系列寫真書 對 好 很精采 那這兩本書我們請Cincia 來跟大家倒讀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道玄的好了 其實我那時候已經為她的封面 我感到非常的驚嚴 我想請問像道玄是在拍 因為大家就知道 其實她的重點部位 就是遮得非常非常的巧妙 那這樣在拍的話是 就是她是有做什麼一些保護措施嗎 因為畢竟是在野外嗎 沒有 就是我們在二十幾個地方 其實真的是無時無刻都在全裸 然後其實一開始很緊張 然後後來 緊張什麼 又沒有人看 有 很多遊客跟山客 而且我常常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然後都會遇到山客或山友或旅客 然後都很 要嘛我就要趕快躲起來 要嘛就會趕快找遮蔽物 要嘛就是有一次最尷尬 是我拍完才發現 旁邊有人在看 對 所以說他們其實一覽 一覽無遺就對了 春光眼外泄了 對 其實在當下很多 而且有一次很妙是 我在拍攝一半 對方以為我在拍電影 然後他就說不好意思 我打擾到你們 然後他就落路走這樣 他沒有說我也要入鏡 一起 我們看一下道玄裡面 那個內液其實都 我覺得拍的其實不但就是 顯示出他的帥 還有力的那種感覺 就是力量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的這個裡面 大家看一下 對 很漂亮 用漂亮其實還不足以形容 非常的震撼 好不好 以女生是震撼 這是道玄的 然後呢 有關於就是旁邊 這位保羅那個制服男友 來 各位 其實我發現女生對於制服 真的是有一種特殊的癖好 遐想 對 說得很好 就是遐想 就是男孩子 就是像上班族可能會穿西裝 然後像 因為保羅本身是護理師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這個工作服 是平常在上班的時候 不會這麼大膽啦 不會說要 那扣子會扣起來 會扣起來 都扣起來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保羅的這個地方 女病人看到這個都好了啦 都會覺得說 沒有 會說頭好暈喔 可以借我靠一下這樣子 你看一下保羅會覺得他的 他跟道玄不一樣是各有千秋 因為我覺得保羅他的這個笑容 特別的有那個男生的那種純真感 可是他的身材又是非常的勇猛 那我想問一下保羅 就是你在拍這些照片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你在那個健身跟飲食上面 應該要非常嚴格的控制 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紀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飲食沒有這麼控制 可是在 在健身這一塊 其實滿努力的 因為一定要常健身 所以才可以維持到這樣的身材 那在拍照之前的話 需要做一些什麼準備工作嗎 譬如說 那時候我有跟化妝師在 我們有在偷偷的研究說 這個腹肌的地方 就非常的明顯 那要呈現這個線條感 你在上陣之前 需不需要譬如說 我們可能化妝師來噴槍補槍一下 或是可能是說在 要先運動 然後讓肌肉充血 這些有需要嗎 拍這一本的時候是 一早我們就已經 這是在北海岸拍的 然後一早就要先完成 就是你想的沖血那些 沖血等一下 我們沖血講清楚一點點 不然觀眾會 肌肉充血 因為你知道下半身也是種肌肉 那肌肉充血要怎麼做呢 伏地挺身 對 然後腹肌可能稍微就是 曲曲這樣子 對 吸起來的沖血只有一種標準 OK 好 對 然後那時候一整天下來 其實要維持這樣其實很難 對 就到後面 其實已經有點疲乏了 因為太累了 太累了這樣 那你這樣子道全有做 他沒有做任何的防護措施 我拍這個時候也沒有 都沒有 所以說也是一覽無遺 春光外泄的狀況嗎 但還好是我在拍這邊的時候 是有大石頭的 至少大石頭 巧妙的就擋住了 擋住了遊客 遊客很悶 這樣子 對 好 不過也請教一下道軒 這是你拍的 哇 你看那個肌肉真的是 你一直看到肌肉啊 快快分明 因為下面的這個遮蔽物 也很顯眼 其實很妙是其實有時候在拍照 有時候不管是你憋尿也好 或是你在一個狀態下 確實我覺得會有一個狀態 是真的 對 就是自然的一個 對 自然而然的狀態 對 盲然挺立這樣子 好 當然這個寫真非常的精彩 因為我看你那個胸肌 這胸肌 這個是要練喔 對的 就是我其實蠻常 就是只要工作結束就是 蠻常泡健身房的 對 好 不過這個書呢 翻太多就沒意思了 要去買嘛 對不對 對 收藏 對 這個一本賣多少錢 我是訂價六百塊 六百塊 值得啦 我這件很特別是 我用我自己本人私人的Line 然後我想要謝謝 所有支持我的朋友 所以窗口只有我本人 就是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我是會親自回覆他們 讓他們好好謝謝 一路以來的支持這樣 我看你是台大畢業的 不是 不是 拍攝這個寫真的攝影師 他本身是一個台大醫師 對 他主業是真的是醫生 然後他是他的斜槓人生 拍了跟他合作這個寫真集這樣 是 是 是 那看起來非常強壯 據說你在北京拍戲 同時拍兩部戲 而且天氣很冷 很嚴重的生病啊 對 我那時候就是 我一直以為我差點會死掉 這樣死在北京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拍戲太累 然後那時候又感冒發燒 然後我以為 我以為只是簡單的感冒發燒 所以順便也要呼籲一下 就是感冒一定要去看 不能以為他是小感冒 我那時候以為他只是小感冒 而且你以為自己很強壯 對 就是健身會有這個迷思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治癒 然後後來就是我拖了一天 然後發高燒 後來吃藥以為好了 就在第二天的時候 我突然就是心臟突然 我呼吸不到空氣 我那時候感覺好像 就是有一個人這樣掐著你的心臟 然後一直收縮 然後後來我熬了大概四五個小時 真的受不了 然後我就請那個劇組說 能不能就是帶我去看醫生 然後但是我覺得當下狀況很妙 是我後來一直會 我覺得在好像快死的時候 會鬼吼鬼叫 我當下一直叫 我就是一直說 我呼吸不到空氣 快點救我 然後那個司機大哥 那時候是在騙場是不是 還是在信用車上 就是我在路口的時候 而且我是痛到已經 就蹲在地上說 我真的快受不了 然後第一個 健身的司機不敢載我 他嚇到他是看到我在叫 他就說他怕出事 擔那個責任 他就開走了 然後我又趕快再叫第二台 然後第二台也很害怕 第二台一直跟我聊天說 你要撐住我們快到了 我們快到了 然後一直跟我聊天說 你還好吧 然後他很怕我不行 我一直覺得我快不行了這樣 然後後來到了醫院之後 他差一個話 片場沒有人陪你去嗎 有一個人就是在旁邊 就是扶著我陪人去 對不對 然後但是他因為到了之後 因為他要處理別的製片 他處理別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一個人在北京拍戲 所以我一個人 然後那時候進醫院之後 就進急診室 然後馬上就插那個 就是所有的那個 就是氧氣跟導流管這樣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也是 馬上就簽那個切結書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 所以我自己簽 就是我同意這個手術這樣 什麼手術 那時候他是說 就是我要先插那個心導流管 然後插完之後 他說要確定 如果我心臟梗塞的話 就要裝那個支架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進去之後 就開始 我就 後來那個導流管很妙 就是他進去好熱 我全身就發燙了 然後我就昏迷了 對 然後昏迷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我就在 加護病房 對 有 你幾歲 我今年三十四 三十幾歲 別忘了 高宇翔就是 對 那時候也是非常強壯 也是三十幾歲 那平常有在運動 可是他就後來也是猝死 我那時候跟宇翔發生 其實算是滿一樣的狀況 就是突然心肌梗塞 然後急救 然後也是因為熬夜太累 然後太冷 然後就是日夜溫差 然後所以那時候進加護病房 就是我住了七天 後來沒有死嘛 我現在是靈魂 我現在是靈魂 我現在活在這個靈魂 我們就休息一期廣告 來 好 道玄是藝人 所以他在北京拍戲 這樣子同時嘎兩部戲 對 我當然是嘎兩部 很累很累很累 對 那時候一天都睡兩個小時 就是你卸完妝回到飯店 大概就睡兩個小時這樣 只一天只睡兩小時 這樣長達幾天 那一陣子大概有十五天 更用的身體也撞不住了 那你後來在醫院檢查出是什麼病 那時候他是說是就是感冒 然後你引起病毒流到心臟 然後引起心肌炎 然後心肌炎再引起心肌梗塞 心肌炎會死人耶 對 就是那時候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心肌炎年輕人的死亡率 比老年還高 而且好像高達七成 就是我 可是我當時在第一天 我就真的以為會死掉 就是我第一天在加護病房 睡醒的時候 我的就是呼吸跟所有的心跳 都是我只要拔掉那個氧氣筒 它就是下降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剛好我的那個 剛好是這個攝影師 對 太大這個醫師 對 然後我就是問他說 我現在的狀況 我就拍所有的數據給他 對 他說真的會死掉 他就叫我寫遺書 所以我當下是哭著晚上 把遺書寫完的 要寫遺書啊 他說是真的有生命危險 就是前兩天 他覺得那個狀況是非常不好 但其實我做了一個 很錯誤的示範 對 其實我沒有跟我爸媽講 其實這是我內心的遺憾 就是 應該 那你怕他們擔心 我第一怕他們擔心 別讓他們年紀比較高 我怕他們不太能 會嚇到 第三個我怕他們馬上飛來 就是我怕諸如此類 所以我有點擔心 所以我那時候做了這個是錯誤的示範 這是二零 今年冬天的事情嗎 不是 就是去年二零一九年的 就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差不多一年前 對 一年前 那你那個遺書寫什麼 我就寫 就是想跟爸媽 然後還有我哥哥的話 還有跟我自己 我就寫了用手機打的這樣 對 可以把內容講給大家分享嗎 我可以啊 好 那我要拿嗎 還是... 沒關係 用你可以 記得 用記憶的方式 好 就是因為我一直覺得 我很希望能可以帶我媽媽去 很多地方 對不對 去旅遊 有點感人 好像有點想哭 對 然後就是我一直覺得 可能你走這一行會有很多 你會面對到很多挫折 然後我希望就是 我覺得媽媽是一個很偉大的一個 就是她會努力的 就是支持你走這個行業這樣 然後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我媽媽其實我一直以來 她是支持我走娛樂圈的 哪怕我其實有時候是有第一潮期 她從來沒有放棄過我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寫了一句話說 就是如果下輩子還有機會的話 我是希望一定要再當你一次兒子 然後就是可以跟她再有一段這樣 對... 媽媽很偉大 支持你 對 我覺得我媽媽是 很支持我走這一行 是我最大的 對 爸爸呢 爸爸就是... 爸爸還對嗎 爸爸其實他比較是 反對中的支持 他就是... 表面都是反對 但其實他是支持我的 但是他比較不會用言語去表達 所以我爸爸他很可愛 他都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然後我就是我寫... 我在我的遺書寫到我是說 你永遠是那麼慈祥 然後面對著我 然後用你的方式 比方說他不會關心我 但他都會說你吃飯了沒 我要不要幫你去買一個吃的 他就是用這種行動式的 對 然後我就說真的謝謝爸爸 一路以來用你的方式來愛我 哪怕我們其實之間是沒有那種 露麻的 就男生之間的露麻的那種 對... 然後我跟我哥是講說 我說爸媽就交給你照顧了 希望你一定要盡 孝道 然後 對 就是幫助他們 不要讓他... 就是我覺得我是不孝的 所以我希望他們一定要好好照顧 代替我的職責這樣 忽然之間要寫這遺書 真的非常... 講到就是都一直給一夜 就是我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面對要寫遺書 這件事其實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不知道會面對這個東西 然後我寫的時候 也是哭了一夜寫完的 邊寫邊哭 對 我是邊寫邊哭 而且是哭了一整夜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 以為我會死掉 而且更可怕的是 我隔壁床的 第二天就死掉了 然後他死掉完之後 他就照那個藍光嘛 然後又換了一個人 然後再隔兩天 那個人又死掉了 所以我其實在很可怕的 我一直覺得 很煎熬啦 我一直覺得我好像會死掉 然後而且我在北京 又沒有朋友嘛 就一個人 所以我那個 連在那個家貨病房 都是叫外賣送食物給我 就三餐這樣 對 那你寫給自己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 我希望我自己就是能在 不要這麼長不大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好像 一直好像是一個 不想被社會化的青年 對 但後來發現我覺得是要 自己要平衡跟權衡 對 然後我一定要說就是 如果有活下來的機會 我一定要好好的活我的人生 所以我現在的座若鳴就是 只要能呼吸 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對 就是傳達一個正能量 而且我就發現 經歷這個死亡之後 我現在面對所有的 不管是好的 負面的嘛 我其實都還滿能坦然的 就是面對生死之後 我現在覺得任何人都是很美的 有到那種就是人生的紅綠燈 在你的腦海裡面走過一遍嗎 有 而且我就發現 以前我是很雞雞雞雞的 因為像以前我拍 像舞戲嘛 我都是自己上 就是任何打戲 我去年就拍了五部都是我自己打 然後常常受傷 像我這個韌帶也斷裂 然後膝蓋也是移位 然後頸椎也受傷 還有尾椎 對 然後 那你為什麼不找替身呢 因為以前就覺得好像 那個就是一個 你很想體驗 就是你很想要 而且你就想要親力親為 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很爽 很過癮 然後自從就是發生死亡之後 現在對我來說我覺得就是 我會很珍惜生命 然後我也珍惜跟每個人的緣分 就是像當下這樣聊天很開心 我覺得就很棒了 就是分享 那你車馬費拿嗎 賺出來 好 好 先給你們 親人吃飯好了 親人吃飯 對 你剛剛講說 媽媽的支持讓你很感動 對 那你說 因為拍戲裡面的過程 有很多的挫折跟低潮 那個挫折的低潮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就是 其實應該每個藝人 都會面對一樣的問題 就是其實常常會 你會在一個低潮 就是沒有工作 或是你不知道你未來方向 因為其實演員很悲哀 就是你永遠被選擇 等戲拍 對 你永遠在等待 你永遠是要被別人選擇 不管你在準備好跟優秀 你永遠就是人家會決定你 能不能拍這部戲 所以你常常會有一個 黑暗期跟孤獨期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 你就要一直調適自己 不管是往 你要充實 然後你要想 所以常常在那個混沌的過程中 你會常常遇到很多打擊 然後包括其實北京算是 一級大戰場 對 就是你要在這麼龐大的地方 你要在那邊生存下來 其實是還滿難的 所以我那時候面對滿多 不管是很多就是上面下面 還有中間所有過程中 其實但我覺得那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就我去北京嘛 從一個男孩變成男人的一個狀態 就在北京 對 為什麼說從一個男孩 變成一個男人 因為以前我算是比較 我們家算是比較純樸那種 就是鄉下那種 哪裡人 我以前是南苗 苗栗 苗栗 南部 對 然後在客家莊 客家莊 所以以前是比較 保守的 對 就是很純樸 然後突然我是到了那個大戰場 對 就想說去給自己試看看 去北漂這樣 對 然後在北京就是比較 其實說實話是比較複雜的 它是會經歷很多各 就是市面八方的人來 所以它其實不管是資訊 跟所有的價值觀跟思想 是還蠻多變的 所以你要在這麼龐大 我突然接收到這麼多資訊跟 就好像要一夜長大的感覺 對不對 就學習很多 我那時候對 就是拚了老命 而且那時候就是因為想說 我以前的個性是不能輸 我很浩強 對 所以我就是一直要拚 然後所有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拍了蠻多 就拍了有十幾部的電影 然後都男主角 那時候很拚 我就是任何試鏡都要去 然後任何就是要見的人 我都會去 然後好好的 跟他介紹自己這樣 然後就像打不死的那個蟑螂這樣 就是要一直去 那現在賺的錢有沒有回饋媽媽了 有 我現在我的錢都給媽媽這樣 都給媽媽 對 都給媽媽 那以後結婚還會給嗎 可能要分一點 跟蟑螂拜託分我一點這樣 只分給你一點就好了喔 對啊 那這個有夠孝順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你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道選你在拍血專輯的時候 據說還救過人啊 對 那時候就是在那個利松溫泉 然後那時候是那個地方呢 他是要開車大概一個多小時 從台東 然後走到裡面 要攀岩大概一個小時 而且都是很危險的 然後那時候是我去 然後當時那個秘境只有我 就是我跟我那個攝影師嘛 然後當時就是 全部只有那個大哥 劉大哥 他就溺水了 然後如果我當時沒有去的話 他會死在那裡 那他是在游泳嗎 還是 他是那個利松溫泉 他下面有一個暗流 然後那個暗流呢 他就是卡在 他被那個暗流吸進去 所以他那時候差點死在裡面 然後是我 還好我到了 然後我救了他 不然 但我覺得滿開心 就是拍血針可以救了一個人 那你是怎麼救到他的 當時那個利松溫 他旁邊是有一個那個游泳圈 對 你當下的時候 我就趕快把那個游泳圈丟給他 然後等他穩定的時候 我趕快游下去 然後把他接上來這樣 所以你很會游泳 對 我從頭到達都是游泳校隊 然後以前我有當過游泳教練 當了四年多 所以那個劉大哥是個遊客嗎 對 他是遊客 他怎麼會被捲進那個游泳 他是說 他是跟我說 他其實他是 他是好像離職之後 然後他一個人想說去環島旅遊 對 然後他其實不會游泳 但他就是想說下去 因為他以為那個很淺 對 然後他下去之後 他不知道那邊是有一個暗流 然後他就被吸在那個裡面 我一開始到的時候 我以為他是 他好像在游泳在玩 後來我才看到不對勁 然後他一直 他也喊不出力氣 他也不能說 我就看到他那個狀態不對 然後我趕快衝過去 把那個旁邊有一個救生圈 然後我趕快丟給他 你是他的貴人 老實說起來 他可能會吸在裡面 而且沒有人知道 因為是秘境 對 那救起來了對不對 我爸救起來了 他有女兒未婚嗎 他有說他真的很感謝我這樣 他有開玩笑說就是 怎麼包紅包 我說不用啦 我說就是你開開心心就好 對啦 對啦 這個時候紅包 真的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對 我覺得他開開心心就好 這個很棒的故事 好 那另外國春 你是這個寫這本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為什麼說我只是個 就覺得我自己很渺小 我覺得我就 其實我是這樣子 因為我有在經營臉書的粉專 當初成立就是取這個名字 那就剛好出書的時候 就跟這個連結這樣 那我會講 我只是計程車司機 主要也是 因為這個 其實這個職業就是 其實在這個社會價值裡面 就是比較被比較低階的 那所以我就是想要 就覺得說自己用渺小的力量 然後去帶給大家溫暖 我們先講一下就是說 每一個行業 他只要是用自己的力量 然後奮鬥 然後養家 都是很偉大的事情 那你說你曾經被瞧不起 做這個工作 有 其實不只是我 我相信在臺灣 以臺灣來講 所有的小黃司機 可能都會有 普遍有這種觀感 因為例如說你上新聞 有些關於社會新聞 跟小黃有關的 你可以看網路上的留言 其實很多留言都是 對我們比較有些極端的 甚至說 那留言是什麼 小黃是垃圾 小黃不意外 都是這種酸民很多留言 所以有時候看了 其實也會難過 因為我覺得 不要難過 因為有些人也會說 主持人是垃圾 記者比較難 記者也不讀書 所以就是 我們社會價值 就是給我們有這些 因為有人罵總統是垃圾 對 所以我就盡量不看 有時候看 因為我覺得自己也奉公首發 也不超速 就是我只是就是單純的工作這樣 那為什麼會受到這些的責難 你說剛開始跑車的時候 你覺得這是一個扯高氣氧 不可一次的工作嗎 當初會這樣 對計程車有刻板意象 或者是其實 我其實做這份工作 我內心是自備的 我有自備 因為我怕那些網路上的留言 可能也會 會不會轉移 就是其實我自己的好朋友 或親戚也會這樣認為我 所以我可能就是用我的 指高氣氧不可一次的這種感覺 然後去掩飾我的自備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 對不起 這邊請教一下 你如何扯高氣氧不可一次 就我會認定說 每份就是我載的每個客人都是 都是我很像在開救護車這樣子 就服務的那個 就後面不是嘛 後面結果有什麼 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都有 在一些寵物 屍體 然後甚至很多很多事情都會遇到 那到後面做了一兩年之後 就其實 我就覺得 其實還是賺錢比較重要 賺錢 至尊要大於賺錢這樣子 你聽說你剛跑車的時候 遇過 曾經遇過有錢 而且韌性的年輕人 他不是 韌性是有點諷刺 那時候其實我開車 就是我覺得他很好玩的 就是我覺得說 每個乘客都會帶給我一些故事 那那一次是我覺得 滿特殊的經歷 就是那時候半夜已經11點了 因為我剛跑車的時候 所以我就是比較 跑比較晚比較辛苦 因為你要有營業額 所以那時候我要準備回家 已經快到家 我家住彰化的南部 靠西螺很近 就是很窮鄉屁郎這樣 然後然後我就 塞了一下 快到西螺 他是彰化的南部 他跟西螺是交接 那時候我要回去的時候 我就是接到一通任務 因為我們有衛星的派遣 可能有人叫車 那我離他最近 我就會想任務 我就按下去 但按下去的時候 我就是先撥通電話給他 因為我怕是 會不會是可能惡作劇 還是什麼 或者是我想從他電話的 接通的時候 那個口吻知道說 他有沒有喝酒 如果有喝酒 大呼小叫 我可能就會有 心裡有個底比較好 結果接電話的時候 我就問他 那個先生你要坐車 他說他沒有要坐車 他說他沒有要坐車 他只是要 請我幫他拿一個東西 晚上十一點多 快十二點 那我說拿東西 我說可以啊 然後他叫我先過去 那我就過去這樣 然後我看那個 到地址的時候 就是裡面燈火通明 但是沒有人來接應 我就再撥一次電話給他 然後撥了之後 他才過了兩三分鐘 他才睡眼心中的 走出來更年輕人 可能十七八歲而已 然後就揉著眼睛這樣 然後也沒有上紅 沒有穿衣服 對 就沒有穿衣服出來 然後我就 請問你要幫你打次博 對 我就覺得 蠻不被尊重的 因為然後他就 結果我問他說他要拿什麼 他是叫我去 遠在十幾公里之外的 去幫他拿三媽湊湊鍋 他只是單純 他沒有要做 他沒有要做 他是叫我去幫他拿 而且是只有一份而已 就是他 因為他跟我說他餓了 他要吃宵夜 但是他懶得騎車去 因為很遠 那邊有在開的那個 小火鍋店 就是離十幾公里 然後他就是 請我去幫他拿 我說好啊 要拿的話 那我一樣是照表收費 因為那時候晚上 也有夜間加成 然後結果 他就說好沒問題 然後他就轉了 我本來想把他叫住 我說要請他先給我錢 不然我怕收不到 那時候 後面叫了 後來他不認了 對啊 不認 我多一袋三媽湊湊鍋 然後我還沒有錢賺 然後我吃飽了 對不對 後面 後面 我本來要叫住他的時候 可是我看到他的車庫旁邊 就有兩三台高級的名車 就是很多高 所以我想說 這個應該不會騙人 是真的就是經濟狀況不錯 然後我就去拿 結果我去幫他拿 就是照表付費 然後三媽湊湊鍋 那個總共 他有加一些那個料這樣 然後就是一百四十元 然後我的運費是四百七 哇 那時候我就覺得很感嘆 我就哇 我像他這個年紀 其實我生活是很辛苦的 我媽媽就愛賭錢 就賭輸光很多房子 所以我那時候有時候 窮到真的連泡麵都吃不起 那原來在這個世界 還有人可以那麼好過 為了吃一個三媽 然後花那個高出三四倍的 為了吃三媽 臭臭鍋 不是為了吃三媽 對 就吃小火鍋 然後為了吃小火鍋 為了吃小火鍋 然後他就懶得去拿而已 就是請計程車去幫他拿 當然這也沒什麼 可是當初我就覺得 很不好 現在覺得習慣了 因為疫情的影響 我還是滿喜歡說 結果你拿到錢了嗎 有拿到錢了 我跟他收六百 總共六百一 你為什麼那麼 他家那麼家境那麼好 你跟他收六百一 還收六百 就尾速就去掉 當作幫幫忙 其實也是他幫我 現在也很需要這種 這個事情讓你感受很強烈 我的感受我就 因為我自己本身 那像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比較不好過 因為我一個人生活 十五六歲 我就一個人生活 那你說你媽媽愛賭博 愛賭 他那時候 大概在我國小三四年級 他就是一直賭博 靠著賭博 積極努力的坐吃山空 就是我媽 所以我其實我國三的年紀 大概十五歲的時候 我就被迫就是一個人 在外面獨自生活 我當過童工 我做過加油 我做過很多工作 就只是為了 很辛苦 小時候 從小很辛苦 最辛苦媽媽愛賭博 跑路 講跑路好像也不是 就是也算跑路 就是真的就是跑掉 那所以媽媽跟爸爸的婚姻 是沒有維持住的 早在六歲 我六歲那年 他們就離婚了 其實更早的時候 就已經分居了 分居 因為他就是到六歲那年才離婚這樣 那離婚我就是監護權是我媽媽 然後所以我就是跟著媽媽生活 可是他其實有改嫁 他有改嫁 他其實就是我們本來 在我國小的時候 是很好過的 就是經濟狀況算不錯 例如說我們在桃園 我是桃園人 有兩棟房子這樣 可是後面就是會加到中路 就是因為他都愛賭 我們就把房子輸掉 所以我就缺乏資源 愛賭到什麼地步 賭到什麼地步 都沒有回家 在家賭 本來是出去賭 後面我大概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印象成是他是在家賭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是鑰匙的 他沒有給我鑰匙 所以有時候我下課回家敲門的時候 沒有人理你 不是沒有人理 我是黑衣人跑出來幫我開門 為事 他們身上都 所以你們家開賭場 所以就是 就是我從小就對那個耳濡目難 所以我也很痛恨 比較恨那種東西 那你們家是民間的交易所 對算是交易所 因為沖繩就是交易所 可是我們也沒有交易有獲利 幾乎都是我媽送出去 幾乎都有點像炸子 因為你媽媽跟著賭 你媽媽跟著賭 如果是靠那個做東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比例上的 會有一些 因為你給場所 然後給一些大家吃的 那個可以有一些收入 他不要賭 但是他跟著賭 所以就會很慘 很多都這樣 很多經營電動廠還是什麼 賭博店完 他們自己也會下去 就開證券交易所 但不要跟著去買股票 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書有介紹 這個國春是 媽媽是泰國人 是 那爸爸是外甥老兵 外甥 三公 然後書的介紹說 你是個混血兒 算是 就是不是很遠 你距離很遠的混血兒 對 OK OK 那可以介紹一下爸爸嗎 爸爸 父親嗎 可以 我的父親就是 他就是在大時代 大時代就是跟兩蔣一起 撤退來台灣 所以他就是我們口中 可能就是老式館長 老啊這樣子的 喜歡喝高粱 就金門高粱 因為他有在那邊服役過 所以就是這樣子 如果媽媽不要愛賭 其實靠爸爸那份薪水 勉強還是可以過得比較 一個溫暖 溫飽的生活 可以 因為我母親是還有在做一些手工 手工 有做那時候比較有 所謂政府有配合一些家庭代工 所以那時候是有做 可是後面就愛賭 所以也沒辦法 那所以你很痛恨賭博 我當然就是 你從小耳濡目染嘛 你接觸那種家庭 而且除了錢沒有以外 除了加到中路以外 那當然因為我媽賭博 然後疏於就是對我的照顧 所以那時候已經 他快跑路的時候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我每個禮拜只跟他見一次面 有時候都沒見 他就是不知道去哪邊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小嘛 不會過問 可是他每個禮拜就是會在 我們家裡的 就是杯子底下壓一千塊 那一千塊就是我一整天 就是一整個禮拜的生活 每個禮拜 一個禮拜喔 一個禮拜 乍聽之下很多 因為每個人零用錢可能才一拜 可是問題那是要 我是三餐都要自己負責 當然中午 中午學校有營養午餐 可是你晚餐那些 也要自己負責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有錄走篇 因為沒有人照顧我 我那時候就一個人 又有過走篇嗎 算有 我會搬來 其實我 大家知道我住彰化 我搬來彰化就是因為 我在桃園其實有 認識很多壞朋友 所以我就決定說 我當我要改變 我覺得改變就是 你要離開原本的環境 所以我退伍之後 就毅然決然的搬來 彰化這個地方 本來在台中工作 後來就再彰化 那個篇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篇嗎 我那邊 我在那邊有以前所謂的哥哥 就是他們其實有吸毒 然後進去看 甚至新聞都看得到 當然我沒有 然後就是吸毒 然後沒錢吸毒的時候 就是搶劫 就是做這些事 其實他們 我看了他們就是進進出出 進進出出 那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自己知道 我不想像他們一樣 可是我並不會排斥他們 或者是覺得以普通普世價值 會比試他們 會覺得什麼是八加九 大家說八加九 八加九 對 然後說他們是邊緣人 我知道他們是 可是問題 當初如果沒有他們 其實我也是會餓死 所以我以前在 在那個環境上長大 因為他們再壞也會給我遲 其實他們經濟狀況也不好 但是我那時候 我媽是突然這樣跑掉 我印象很深刻 某一天的晚上 那時候流行打網咖 就是在網咖泡那個 線上遊戲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沈迷 因為我媽媽都不回來 那有一次我媽媽在 就是他不會回來的時間 突然跑來網咖找我 他就說我叫國春 他說國春 國春 你要不要跟媽媽走 他這樣跟我講 那我覺得說 什麼意思 走去哪裡 因為我聽不懂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他 我只知道他賭博 可是我不知道 已經家庭狀況那麼慘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不要 我在這邊還要上課好好的 那為什麼要走這樣 然後他就說好 那國春 你已經長大了 長大 那媽媽就 就是他說 那你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就這樣 然後我就看著他背影 再往他門口 我很清楚 我看著他背影 就這樣默默地離開這樣 那我也沒想到說 那一次的見面之後 我下次再見面 是我退伍的時候 就好像隔幾年 隔了五六年 隔了五六年 而且我退伍去找他 因為那時候退伍 醫務醫的收入不高 所以那時候都六千塊 其實剛退伍 你要跟社會上銜接 或者工作銜接 你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有輾轉聯絡到他 然後有跟他那個 然後他第一句問我說 國春好久不見你退伍了嗎 所以就自己媽媽很悲哀 可是我現在可以笑著講 因為其實都過去了 以前覺得他就是自己媽媽 問兒子退伍了沒 你就知道那個多久沒見 可是我不怪他 因為他從泰國來的 所以他也目不適應 也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 所以就是耗賭 那會害了一家人 是 那你說這個 你體驗到錢 或許可以買到自尊 但自尊保證換不到錢 那是因為去服務到 一位乘客的時候 你的感受 我錢可以買 等一下 我想一下 就是那個土的那個 吐的那個乘客 對啊 我那時候就是我覺得 我的所謂的自尊或高傲的一種高牆 都被社會給磨平 因為其實我也有成家立業 所以對我來說 你結婚了什麼 有 小孩四歲 小孩四歲了 小孩四歲 比較早 其實我出社會 我很早就工作賺錢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就失學 那我當然比人家少了時間 在上課這關 然後也有多的時間去賺錢 所以其實我就是讓自己比較好 但是說實在 也是每個月捉襟見肘 因為我既然會開計程車 當然本來經濟狀況也 計程車畢竟還是你 你不可能大富大貴 然後那天就是 我載到一個 台班載到一個喝酒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喝酒 他只說他要去哪 然後到目的地之後 他就 就是本來我要收錢 兩百塊 然後他就沒有給錢 我停車的時候 他就開門衝下去 他以為該不會是要坐報案車 我趕快衝下去要追他 就追他 原來他只是開門 然後站到我門旁 醉吐 就他喝酒醉就一直吐 一直吐 然後吐的過程 他又想把手上兩百塊拿給我 然後我要接過去的時候 他就直接放掉 我還沒有 他沒有得我銜接的時候 就他沒遞交給我的時候 就放掉 然後就掉到地上 然後就在他嘔吐物的旁邊 因為他洩吼亂捧 然後還滴到幾滴 他的那個 髒東西 還燙燙 但是一般人你們想會怎麼樣 如果是司機 其實有些司機他 可能年紀比較大 他脾氣不太好 可能就會生氣什麼 可是那時候我沒有 我也沒有任何的情緒 我就是蹲下 彎腰蹲下把它撿起來 把它擦乾淨 耗誠以後的收起來這樣 因為我覺得 生氣沒有用 他就喝酒醉 所以我沒必要為了 是不可以揍他 為什麼不可以揍他 因為我講出來 那個乘客算有水準 因為他是跑到車外面去吐 他沒有吐在你車子裡面 對 他如果 至今還沒遇到 所以我一直很怕會遇到 你知道你如果吐在裡面 你的味道 那你要清 要清多久 而且那個在法規上 好像沒有說 你一定可以跟你著收清潔費 所以我們報警也解決不了 所以我說 可以著收 你他給不給 對啊 他如果不給我們 請一些主管警官 什麼都沒有用 警察不會受理 那你說你曾經在一個獨居老人 他住得很偏僻 讓你想到爸爸 我其實載到很多的老人 其實會坐計程車 就是有一種就是 可能他是商務人士 就是他的 他的眼裡只有兩種交通工具 一個就是高鐵 然後下高鐵就是計程車 那再來就是 比較NG社會底下的人 底下就像他這樣 那他就是那天 他其實是有一些 就是不良於行 然後所以是那個 有那個 那個 聲臟機構 政府開辦的聲臟機構 幫他叫車這樣 然後叫了我幫他安置上車 我跟那個醫護人員 幫他安置上車 其實就花了三四分鐘 因為他拿著四隻腳的那個拐杖 就是這個阿伯 那時候我有感而發 把他拍下來 就是這個阿伯 這個阿伯喔 你有沒有看到他 拿著助行器 對 助行器 然後他要爬這個階梯 他住在上面 他住在上面 對 哇 他已經不太 他走路很慢很慢 然後那個怎麼上去 我說你要怎麼上去 我本來是 因為我怕危險 我個人就比較熱心這樣 所以我本來說 是不是我背你 還是怎麼樣上去 結果他不用啦 他說他自己走就好了 你很不錯耶 你還想要背他耶 你看到了嗎 你遇到總是 我覺得正常人都會選擇 像我這樣的決定 那為什麼你說 你看到他會想到你爸爸 因為我父親也是差不多 他高齡 我父親是高齡九十歲過世的 所以當初 我看到他的背影 我就跟在他後面 因為他不要我幫忙 他比較固執 這個這個老先生 他不要我幫忙 他說他每天走不用幫忙 但是我不敢走 我就是跟在他後面 陪他走一段 然後我想到我爸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當兵那時候沒錢 我有一陣子就是算是寄居 在我父親那邊 會說是寄居是因為他們離婚了 然後我父親其實有再娶 再娶一個湖南的一個阿姨這樣 只是那時候阿姨剛好回老家了 回老家探親 所以他一回去一兩個月 所以那一陣子 是我最密集 跟我生父就是相處在一起 那有時候我們休假放假的話 我就會跟他喝一點小酒這樣 喝喝高粮 跟爸爸對喝啊 不錯的耶 然後喝一喝他就有時候 其實外申老兵只有兩種 那一個他就例如說罵新聞 哭到還好 然後就是會有時候會怪我媽這樣 因為你知道就是就是我媽怎麼樣 就愛賭錢才離婚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想要父親 就是那天喝完之後 他去睡覺了 他比較不剩酒力 因為老人家也喝不多 然後他就靜置要走去房間 然後我就在客廳繼續看電視 然後結果他在房間的時候 他突然一個重心不穩 然後就往後倒 他那時候已經七八十歲了 然後就七十幾歲 然後往後倒 然後我就說啪 然後我就趕快衝過去 我要把他扶起來 他說你不要碰我 不要碰我 你走開 他這樣 走開不要碰我 我自己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坐 就是在旁邊 然後看著他這樣起來 我心裡就覺得說 這個我父親真的很固執 他老兵真的很固執 為什麼要這麼固執 其實我扶一下就好了 你就可以起來了 那你為什麼要自己那麼辛苦 然後後面他終於慢慢起來 然後他坐到床上 然後他喘氣的時候 我幫他順順氣 因為他一直喘 年紀大 對他來說那個負荷很大 然後喘氣 然後等他呼吸平緩的時候 我就他就跟我說 如果 如果我什麼都要你幫 那你當兵 還是你不在我身邊的話 那我該怎麼辦 那也是要靠自己 也是要靠自己 所以這就是現實面 那我那時候就 就一直掉眼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我覺得 因為我也無能為力 我不可能因為這樣 就不當兵 所以那時候 我就很感慨 我覺得說 我那時候是這樣在網路寫 我覺得要把一些 老人家他其實過得很 他們可能一生就在工作 到六十歲退休之後 然後正發現自己已經可以 終於退休 寒衣弄孫 可以出去玩 經濟條件不錯 可是他卻被健康限制住了 所以我覺得要把 把自主權還給 那個身體的自主權還給 那些老人家 所以我才跟在他後面 讓他上去 因為我幫他說 他說的 我想到我爸他說的也是 如果幫他去 他明天還是一樣 因為他是獨居老人 好 對 這個是國村的爸爸的勳章證書 對 講實際話 我覺得這個政府 對他們是有所虧欠 因為他們從中國來 老實講一輩子 那有時候婚姻不像婚姻 這樣 那又非常想念 在對岸的家人 想都沒辦法回去 是 那這個是 因為看到這個 我就想到退伍令 他應該當十年就有了 勳章證書 知以陸軍上市 王雲成 忠成勳敏卓柱 勳勞特班 忠勤勳章 以招茂賞 此政 總統嚴加幹 知道我們有個總統叫嚴加幹嗎 有 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有 不知道 OK 好 行政院長蔣經國 國防部長薛高奎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 六十四年你生嗎 我還沒出生 OK 好 看到這個真的是很懷念 好 來 我們先休息 敬禍告 好 國春 雖然說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跟那些什麼哥哥 混在一起 不過第一個你沒變壞 第二個你的身材 保持得非常好 有 我也有在練 有在練 就差沒拍寫真集 還有一本 對 其實滿好賺的 一本六百 六百耶 那個Paul 保羅是一本多少錢 五百二 五百二 比較便宜一點 為什麼你要定價比較便宜 我跟出版社合作 有耶 謝謝 非常的仰眼跟可口 謝謝 好 那Paul也是讀護理系 男生讀護理系很少 現在越來越多了 從我前幾屆開始就滿多的 當時為什麼想去讀護理系 會讀護理系是因為小時候在 也滿常去醫院 是因為我外公 我外公也是老兵 真的嗎 真的 我外公的時候 也是就是跟著 跟著軍隊來台灣的那一種老兵 然後那時候 就是外公也是常常生病 我那時候國小二三年級的時候 外公已經八十幾歲 對 然後那時候外公常常就生病 然後也有膳器 膳器 但是他年紀大 膳器其實不太好開刀 年紀大 開刀不方便 是 然後就一包那邊 然後他又覺得說 民進黨都想害他 因為他是國民黨 所以他覺得民進想害他 所以一定要去醫院 就是做檢查 然後要檢查個出什麼 是民進黨害他這樣子 那時候剛好我國小二三年級 也是常常都是半天的假 半天的課 對 然後下課回到家 他說 走 陪我去醫院 我們去榮總 然後就守住中和 我們就做檢查去中和 去榮總 看醫生這樣 對 那時候去到連 護理師都知道說 弟弟外公咧 你外公咧 這樣子都知道說 都認識你了 都知道說我外公會來這樣子 你陪外公去 陪外公去 去榮總 對 然後在其實耳濡碗下 就覺得醫院的環境也不錯 然後又覺得蠻喜歡醫院的味道 我很喜歡那種消毒水的味道 你喜歡消毒水的味道 很喜歡 然後就想說長大 不是要當醫生 就當護理師 然後就這個目標這樣子 但誰知道就是 智商沒有那麼高 客氣 客氣 沒關係 對 智商沒有那麼高 就沒那麼厲害 沒辦法當到醫師 就想說那就當護理師好了 畢竟護理師考到執照出來 也是蠻有用的 不一定要當護理師 可以去當可能教練啊 或者是游泳教練 或者是健身房教練 外公還在嗎 外公已經過世 走了是不是 對 那後來你陪他去 是他到底他得了什麼病 知道嗎 不知道 沒有 他後來 因為他其實 其實身體很健康 他九十多歲才走的 他身體很健康 他是後來去住 宜蘭那邊有榮民之家 然後在那邊可能生活不太好 不像在台北 就是他可能不習慣 然後生活環境 真的比較差一點 我們都有去看過 然後覺得那邊不是太好 對 然後他那時候晚年 身體也滿多毛病的 就是過敏啊 試症什麼的 過敏那個是民進黨害的 就不知道 而且他會對著電視罵 到後面 他是會對著 看到政論節目會罵說 民進黨害我啊 什麼什麼 你知道老兵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都會 你會這樣子 他跟民進黨就是嗜仇嗎 一定是找兵一定 他就是看都不用看 他就是選顏色的 對 以前看到新聞就先拍桌 罵政治人物 然後一定都罵民進黨 不好意思 講得太難 不會啦 都是正常都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有他們的背景 對 因為他們能做的 抱持理解啦 對 然後 其實外公在後面過世 我覺得自己是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才過小三年級 也不能做什麼東西 但其實我心其實滿成熟 我覺得說 如果今天我有能力 我是不是可以把外公接回家 他就不用待在這麼 難適應的地方 而且看到他皮膚 這邊癢啊 然後這邊過敏 然後很癢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環境也不好 吃得也沒有很好 然後如果他以前像在家裡 他會自己煮 煮他想吃的東西 可是在那邊都沒辦法 他所有事情都被限制住了 然後覺得我自己有能力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他接回家 可是我才三年級 我能做什麼 就這樣想 那滿不錯 有一個孝心啊 你有個孝心 那所以是外公的影響 所以你讀了護理系 那本來你是要去醫院上班了 結果呢 為什麼沒有去 我八月底的時候出一個車禍 然後導致我的著獸 就是持股 饒骨都固執 然後手腕這邊也固執 所以九月本來要去上班 然後我沒有去這樣子 就延後 那個車禍很嚴重 滿嚴重的 是怎麼樣發生的 就我執行車 對方是要左轉 你是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摔車 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摔車 就是失憶 那時候 然後摔車之後是之後 車主才說 就是當下我的手勢變S型了 S型 但我痛到 可是我當下是有意識的 可是我後面想不起來 我當下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爸爸說 我當下看到我的時候 是我的安全帽分開來的 不在我頭上了 已經離... 沒有戴在頭上了 後來問車主 車主才說是我自己跟他說 我頭好痛 可不可以幫我把安全帽拿下來 對 就常常還有頭沒事 臉也沒事 就是手受傷這樣子 是... 那手受傷到有多嚴重 那時候骨折 就是這邊粉碎性骨折 然後這裡 粉碎性骨折 這樣看 這樣就看得好嗎 這樣看得到 好可怕喔 這裡有條 然後滋滅也是 還有這裡 對啊 影響健身 不能健身了 而且他還在復健 我的手幫關節比較難好 所以這邊的話如果是 斷這兩根 照理來講是還好 但是斷到手腕 手腕 而且醫生說可能以後三層肌 會骨壞死 壞死的話 就可能要把那骨頭拿出來 用別的地方骨頭再補進去 對 所以現在活動都還是有受限 還要再復健 開放性 粉碎性骨折就對了 對 那我什麼時候可以健身 我問醫生 醫生說我可能以後 做推的這個動作 會用到手腕 比較難 難推 恢復 但可以做拉的動作 這樣子 不過如果 可是沒推就 功能在 我就很慶幸了 至少恢復可以基本生活的功能 那你拍的這一個 這個是你嗎 對 這是你嗎 是我 那拍的時候有跟爸爸討論嗎 沒有 因為我 爸爸是比較保守一點的人 爸爸有多保守 我沒跟他說我去拍這些 因為你不敢說對不對 不敢說 但是我會跟他講就是 那他也會看到 看到再說 看到再說 但是媽媽比較支持 我拍這些 跟之前我有拍過年曆 也是要脫衣服那種年曆 對 都會拿給媽媽 媽媽是比較支持 但爸爸 真的就比較保守一點 你身材練得真好 其實也要跟爸爸講 這個是兒子的驕傲 真的 要練這個 其實有多少抑制在裡面 對不對 那哪那麼簡單 對不對 爸爸看到了嗎 爸爸 我沒有拿給爸爸看 爸爸應該是知道 而且爸爸也滿支持我 去健身 去運動 他覺得是對身體是好的 是 爸爸支持你 健身運動OK啦 但是 沒有支持你拍血針 但他沒有反對 因為像這媽媽都會 媽媽都會在自己的臉書宣傳 對 但爸爸一定也會看到 媽媽也是很支持你 媽媽是支持的 這個媽媽好偉大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當然爸爸雖然是一個保守的爸爸 他據說你夜市你賣郵飯喔 我們家從我二年級開始 就是在夜市買郵飯 就小吃店 在哪裡的夜市 景美夜市 景美夜市 行李好嗎 還過得去 還過得去 你怎麼知道爸爸家裡買幾個房間 沒有啦 沒有 沒那麼多 就是都辛苦錢 不像那種投資 可能放個 就是操作一下就好 但爸爸的郵飯都是自己 親手弄的 跟你開玩笑的 這樣大家可以去景美夜市 找你爸爸吃郵飯 那就是說你在這個車禍的時候 爸爸很心疼 有傳達一段話給你 有 那爸爸也是像 就是也是行動不像 不是行動派 不是說我愛你的那一種 他那是看到我受傷 他覺得很心痛 畢竟他也 他的文字影就寫說 看到你這樣子 爸爸很心痛 畢竟你也是爸爸的 心頭的一塊肉 然後很心疼你這次受傷 然後希望你可以趕快好起來 這樣子 已經了不起了 但爸爸從小給我們的教育 都是親情最重要 就是家人是最重要的 不管今天在外面遇到什麼困難 家裡永遠都是你的避風港 所以爸爸從小給我們的觀念 就是家人比什麼都重要 那爸爸也是一樣 第一個都會想到家人 出去玩 那我要帶家人出去 不會說我要跟朋友出去 不要帶家人 都會說家人很重要 而且自從他在我三年級那時候 爸爸那時候得B&I 爸爸得B&I 可是是幸運的是他很初期 就發現有做電療化療 所以他更注重親情這一塊 他覺得家人得來不易 畢竟是自己的小孩 然後老婆 所以他特別注重親情 那你說爸爸是行動派 他不是那種會講出來的人 對不對 對 那你有講 對爸爸講過我愛你嗎 在國高中的時候還是會 就是會 我記得有一次非常印象深刻是 有一天回家我很開心 就是爸爸他們也比較早休息 回到家裡 我是有一次說爸爸會愛你 然後就抱他 親他家臉頰 他開心兩個禮拜 他就這兩禮拜超開心 每一天回家就是笑著回家 然後看到我都是說 你吃了沒啊 要不要吃水果啊這樣子 就跟以前玩不一樣 你可能回家他很累 可是那兩個禮拜 他就是超開心的 說就是我叫博凱 他說博凱要不要吃水果啊 肚子餓不餓 爸爸祖先來給你吃這樣子 因為他就是子女對於父母親 有拜有感恩跟愛 其實是一個最快樂的事情 並不是生意多好而快樂 那你說本來粉絲只有六百個 健身有露身材之後暴增喔 對 應該說那時候上大學 在一個社團裡面 然後大家都會說 我是什麼高中畢業的 然後會去什麼大學 念什麼科系 然後大家 我又放自己的照片上去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對我 可能是對我長相比較有興趣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我健身 然後開始比較敢秀自己的身材 然後粉絲才會慢慢開始增長這樣子 現在多少 多的時候 現在十一萬多 六百變十一萬多 還在慢慢增長 經營這樣 十一萬多已經會有這個商業活動了 有些商業活動 對 沒錯 像上禮拜就有參加一個 就是粉紅派對 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受邀到一些比較 出席到比較一些商業的場合 也會有代言啊什麼之類的 講業配吧 也業配啦 對 業配 有嘛 有 有收入了耶 不如小補吧 就哪些家有 是 那你說成為網路名人 對你生活有影響嗎 交友比較有受限一點 因為像很多身邊朋友都會用一些 交友軟體啊 可能是 就交友軟體這一塊啦 但我比較避暑 不太敢用 而且怕用了會被發現說 原來保羅也有在用交友軟體 就怕被講話 為什麼這樣怕被講話 別人可以用 你為什麼不能用 怕 因為我的粉絲 我有點粉絲啊 就是要維持一些形象 對 所以我們不太敢用啦 但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你也需要朋友啊 所以我朋友很少 就是有那幾個比較好的 對啊 就是造成我交友 比較窄一點 那你如果用交友軟體 去交朋友 你的粉絲會怎樣 就會 他們就會傳啊 說原來保羅 保羅也有在用交友軟體喔 就我不喜歡這樣被別人講 但用交友軟體沒有不好 對啊 沒有不好 可是我就不想要被別人講話 所以就 其實我覺得我還滿好奇 就是說 因為現在交友軟體 很有可能會被人家 影射是說 你可能動機不是很單純 有些人會認為說 你在交友軟體上 你說交友 其實你的動機是想要約炮 那我記得我自己 因為我寫書嘛 我寫書有時候 因為我想說 畢竟這個交友軟體 我必須要來研究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就真的就自己開了 親身臨床一下 對 我想說 我們要做個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 田野嘛 所以呢 我就 自己就是上傳自己的照片 可是我不敢跟大家講說 我是新西亞 所以我就是 隨便起一個英文名字這樣子 那我想說 看會收到新東洋的回覆 好像新東洋 新西亞變新東洋這樣好不好 好 講的時候 我就是你新東洋小姐 新東洋 對 就開始想說來交友 看能不能夠收到一些回覆 還是怎樣 結果我跟你講 真的不到一個小時 你就真的會有粉絲 立刻傳訊息到粉絲專頁 告訴你說 新西亞 你被新東洋小姐 盜用照片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你上去 你也不可能交到什麼朋友 因為你可能會被認出來 然後他們認為說 那一定不會是你本人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還滿奇妙的 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保羅現在其實有偶像包袱了 十一萬多嘛 真的會有啦 所以交友軟體不想用 那據說這個業配你也不太敢接喔 業配 因為說 也不能講小有名氣 就是有一些粉絲之後 你就不用客氣 十一萬乾淨 對啊 真的啊 然後就 因為像以前可能就兩三萬會覺得 有業配接好像很開心這樣子 那之後覺得說 一定要有一些 比如說像吃的我都不太接 就是一些養生的那種吃的 我不太敢接 我怕如果對方 真的粉絲吃出什麼事情 我可能也要負責 對啊 一定是我的算業配吧 就是不能讓人家覺得說 你接的東西是讓人家吃出問題的 所以吃的我就真的不接 然後有一些產品我覺得 我會自己先審核過 不會像以前就什麼都接這樣子 對 可以講一下 就是說十一萬多的 這樣的這個數量的粉絲 的收入會有多少嗎 我沒有特別經營 因為那時候是 我還 我是剛畢業 所以我沒有特別經營 那收入的話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對 它是隨機的啦 隨機的 是 那可不可以請教就是說 你們成為鮮肉 有什麼話是一秒鐘 就把你們惹怒的 一秒鐘惹怒 鮮肉 就會說 你身材這樣子是不是 應該是說 你是不是飲食要很控制啊 飲食要很控制 都不能亂吃什麼的 或者是我可能PO一些美食 這樣會把你惹怒喔 不是 我PO一些美食 他就會說 你不是在練身體 可以吃這些喔 其實會這樣 我覺得我吃什麼 該你屁事 而且我的身材 我自己會顧啊 我吃這些也沒有影響到 我的身材啦 對 對啊 那我為什麼 幹嘛要因為我吃這些 然後惹到你不開心 要這樣跟我講 就是不禮貌 那他惹你生氣的時候 你怎麼會 我就會說 我的身材有不好嗎 還是你看了不開心 對啊 我就覺得 就是其實是看禮貌 如果你今天很禮貌地說 保羅健身可以吃這些嗎 我就說當然可以啊 有在維持就可以 就是我會禮貌 但那個人就是很沒禮貌說 不是有在健身 還可以吃這些喔 是 好 這是保羅嘛 這是我 其實保羅 你這個制服穿起來 其實是會讓人家有遐想的 就是要制服男友 制服男友 那有人騷擾你嗎 應該都會有吧 多少少 就是之前有收過 有人傳私密的照片給我看 然後 男的女的 男女的都有 女生也有嗎 女生也有 然後就傳給我看 我也想去拍了 我都沒有女生 我都男的 女生也會有 女生也會有 就傳一些乳房照片啊 或者是女生的下體照給我看 男生也會有 真的喔 男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多 男生應該比較多 那你怎麼回 不回啊 IG有個功能就是 你只看照片 不回覆它 就是我只把照片展開 我就嚇死 趕快封鎖 對 不是吃都一口 一口要一口嗎 買寫真看裡面的就夠 不要 去看裡面的 有沒有什麼話 會把你們惹毛的 我 我其實我收到 不管是負面的 我通常都不會 回覆他們 就是我不會用激烈 我只會說 謝謝指教這樣 但是我比較會嘗試 因為我自己飲食 是很控制的 然後我比較會害怕 不會惹毛 但我會害怕別人 會控管我的飲食 因為我其實飲食 非常的控制 我幾乎是 蒜卡路里 跟三餐會水煮 但是很多人看到都是 但是不管是在片場 或是所有朋友都會說 你這樣吃不行 你這樣不行 你過水 都會很 就是會讓我會有壓力 因為那是我的生活的 你的生活選擇的方式 對 但是很多人 別人想要干預 很多人會干預我 真的無時無刻 包括我覺得最可愛是 我爸爸每次我都會 拿一碗水要算 然後我爸爸一開始 也是不能接受 他會說 是我煮的不好吃 還是 然後我外婆會罵我說 這樣不能吃 因為老一輩 所以現在 沒煮沒煮 對 他就是一定要吃重鹹 那現在很可愛是我爸 只要我吃飯 他就會準備一碗水給我 他被我征服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窩心 要練像這麼好的身材 最難的點是什麼 我覺得飲食真的要控制 可能我有一點年紀了 但是他是 他可能是鮮肉 所以 但是真的飲食要非常非常控制 飲食控制 我是控制到 之前是比較病態 就是會到 我的肝脂肪還到1而已 原本正常到4.6 然後我到1就是 你的肝幾乎沒有脂肪 對 因為我 我就是太控制了 然後就是幾乎三餐是水煮的 但後來發現那是不健康 所以我現在又重新的調整 降火了不健康喔 不健康 脂肪過低一定不健康 對 不健康 你內臟要有一點脂肪 否則他不能保護你的內臟 真的喔 體脂肪也是 其實我們不只是 那個內臟有脂肪 我們連內臟本身都是脂肪 要有一點體脂肪也 結果就昏瓜 所以你也很飲食控制喔 沒 拍血針前滿控制的 就是會控制說 我今天吃的東西不要太油 或者是 不會像過水這麼極端 我就是不要太油 或者是蛋白質一定要吃夠 你剛才的脂肪多少 沒有量過耶 怎麼量的 騙醫院量過嗎 不是 它是用那個 一個機器量的 然後它會量你所有的身體的狀況 健身房都有 對 但是有些健身房會跟你收一百塊 檢查 就是你所有的 體脂肪 肝脂肪 還有你身體機能 然後蛋白質含量所有 它可以有機器幫你測量 那有 你現在多少 一 現在多少 剛剛講的 我現在盡量維持在 就是正常四點多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有點脂 所以我會 現在是兩餐過水 一餐是